嗨 大家好 我是Edit 看到剛剛這麼多台Volvo的車 就知道我們今天來到哪裡呢 那我們來到的是 位在內湖名泉東路上的這一間 Volvo展示中心 好 那我現在就要帶大家去到我們的交車中心 但是我帶大家去另外一個地方走過去 哇 經過這個保養廠 經過停車場還有Volvo的充電中心之後呢 這邊有個路口 我們就從這邊走下去 就到我們的Volvo交車中心了 哇 這邊全部都是Volvo交車中心 今天應該有很多台車要交 這台藍色的Volvo是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交的是 我身後的這台V90CC 這個藍色真的是很美耶 很沉穩的藍色 我覺得車主是非常有Sense的 先帶大家看一下這個外觀 那因為畢竟我們是租賓車嘛 所以我剛剛今天有先把車牌遮住了 來帶大家看一下 其他這個螢幕上看起來很像賓士的那個三芒星的感覺 它現在的那個點點這邊 遠看的時候其實有一點像 那當然現在車型很多都大巴氣的水箱步驟 這個我就不多講了 Volvo的車頭它是 現在方向燈都走這種比較流線型的 Volvo真的是非常有品味的一個品牌 這一個牌子我相信問我們Sylen哥就知道了 畢竟他現在是現行的XC60的車主啊 那個Sylen哥有因為Volvo的配備 那個安全性配備有救了他的命 所以這個我相信大家可以在網路上再去問一下Sylen哥 好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這個車身的部分 很喜歡Volvo的交遮室很安靜很舒服 這真的是雙B才有的等級 好那畢竟Eddie我不是專業的 那我是做租車的嘛 所以今天我要出這台Volvo車 一定是有一個合作的好朋友 那我就帶大家介紹這個 哇大家不要太緊張 這個真的我個人覺得很帥 而且大家我希望有機會可以來到展間 先來跟他交朋友認識一下 好我來歡迎我是一位神秘的人物 所以我們今天呢 就是跟憲宏我們一起來合作 來交這台Volvo的V90CC 然後請James幫我們介紹一下 這個後座的空間表現如何 那Volvo大家都知道 這個Volvo真的是很重 我來體驗一下Volvo有多重 這個門把 打不開 開了開了開了 哇這個門 啄實的扎實啊 先來大家看一下這個手把的部分 我剛才問一下這塊是石木的喔 Volvo的手把是很精緻耶 有一種回饋感 我覺得大家可以來展間看一下這台車 然後再加上我剛剛看到這邊有個小巧思啊 就是門簾的部分 這樣拉著 除了格勒子以外 我真的覺得Double的雙重防護 以及呢我剛剛其實進來看了一下 這邊 門把上還有一個小掛鉤耶 我覺得現在 在賣車巧思越來越多 像昨天的Sienta也是 但是也有在幫客戶在做一個很完整的小設計喔 然後這上面也有 好目前是就我知道的 給大家聽 那現在我來請James幫我們介紹 好 那現在後座的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它後面其實是搭載了四驅的很溫空調系統 喔四驅的 對它這邊是可以做獨立的溫度去做調整的 對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們的 欸等一下我剛剛發現它還有一個小東西對不對 對 它下面不免俗的一定有一個 欸這邊 有點太暗看不到 這邊的話它還提供兩個Type-C的插孔 嗯太暗看不到 好 現在的話它通電是比較快的 OK因為現在都走Type-C的嘛 對那再來的話我們B柱上面其實它也是有做出風頭的設計 那它是比較人性化的設計 這樣子的話在出風的時候 後方成分它是感受比較直接 是 對 這台車的軸距其實已經到達2米9的這個軸距了 所以其實你可以發現它在後方的乘坐的空間 就是你如果身高180公分 喔身高180公分 對還有大概兩個圈頭以上 單身嗎 單身 單身喔好 後面還有兩個圈頭以上的空間 對 所以它整體做起來是非常舒適的 喔有180公分 腳的拳頭還有到剛剛 對至少兩個拳頭 兩個至三個拳頭的長度喔 對 然後頭部呢 頭部至少也都還有一顆拳頭的 喔 欸我發現一個重點 這台車有全景天窗啊 沒錯它還有搭載全景天窗的設計 那如果說在這台車裡停車 我們做一些戶外活動的時候 可以比較親近我們一些大自然的景色 好那接下來 後座那你覺得自己做起來感覺怎麼樣 對我做起來是非常舒適的 對而且它是很適合開場景 因為我們座椅的方向它的支撐性很好 好 Eddie我不信我來做做看哈 哇很舒服耶 它腰部的支撐性也不錯 冷氣非常的涼 有點顛覆我對O系車子的感覺 好我來看一下我這個小短腿的西部空間 這個已經不是用拳頭了 是由我半隻小手臂的長度 然後我的前座呢 目前的駕駛位置是 James的腳長180公分 但我還有這樣子的空間表現喔 非常有質感的一台車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前座的駕駛座吧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駕駛座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呢 好把門打開了 也是一樣實目的 然後我剛剛發覺 這一台車有兩組的記憶座椅 然後 能把鎖在這邊 哈門卡登的音響 這個我記得是跟BMW是一樣的 然後再來這邊可以去控制 好這邊有一個小朋友的圖案 因為這台車還是很安全 這應該是防護所 而且 不要隨便讓小朋友開窗戶啊 好 那在內裝的部分的話 現在你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MOVA的全功能電動座椅 那它總共的調節 總共有16項 它包含座椅的這邊是前後 那已經 臀部的上升 以及腿部的支撐 那最後方的話 有雨配的小日合調整 那在前方有個圓圈圈呢 圓圈圈 對 這邊有個圓圈圈 那往下過一下 這邊 中間的按鈕長按 它可以去做雨電的衍生 噢 那如果你往上撥呢 在長按的話 它主要是雨配的一個 配置 按摩隱私撐的功能 噢 了解 那這樣子 我們透過撥匠的電動座椅 它可以依應不同身形的價值 那可以提供最舒適的乘坐 噢 了解 因為 白種人跟黃種人 畢竟 身體的 不太一樣 所以這個可以因應各種需求嘛 是 好的 那我們MOVA在車次的部分的話 我們都不採用無材質設置 所以你手摸得到的 包含我們一些 翅板啊 塑料 甚至金屬的部分 它都是採用無害的一個材質 是環保材質嗎 呃 它有些部分是有採用環保材質 但是它的環保材質的概念不同 它是可回送利用的概念 對 跟早期的可分解的概念是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的車子 其實開了17年其實都會比較不錯 對 那如果之後車子要做回收處理 它可以再回收在利用 好 接下來我們就請憲宏來幫我們介紹 我來當一個這個User買方來看一下 駕駛座到底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就請James來幫我們介紹一下 前面這一台車的 不管是駕駛座啊 或者是整個儀表本裡面的操作 跟它這台車的賣點是什麼 好 我們來請憲宏幫我們介紹 好 那首先坐到車室裡面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中間這一塊9吋的觸控螢幕 那它這個螢幕呢 它其實是採用紅外線補物的設計 所以今天如果像是冬天如果說 一般我們戴手套 它也可以這樣子去很靈活的去做 滑移的動作 對 就不會有任何的遲疑 那我們一般上車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是開冷氣空調 那我們是走一個北歐的簡約風格 所以大部分的操作呢 它都是透過這個觸控螢幕去控制的 冷氣空調在這邊最下方點一下 那這邊就可以去做你的風量的調整 以及溫度的調整 它是採用兩邊是可以做獨立溫度的控制 而且觸控反應都非常靈敏 那我們在空調的部分的話 我們有搭載Clean Zone 那這個Clean Zone其實它代表我們的純淨車室 就是說我們現在都有一個電腦 它會去監測我們的車室的空氣品質 對 那這個是FOFO它是標榜醫療等級的一個空調濾網 那如果說今天當外機進入我們車室的時候 透過我們的空調濾網 它可以去做一個有效的過濾 那像現在大家家裡都會放那個空氣清淨機 那可能 對 但是我們可能更多時候可能就是在戶外 當然 對 那甚至在車上有時候在台北市 尤其車多的時候排放廢氣 空氣困難是非常嚴重 那我們透過我們的Clean Zone的這個純淨車室的這套系統呢 它可以去有效的去做一個循環換氣的功能 對 那讓進來的空氣呢 它可以去達到有效的過濾 我們可以看PM2.5百分之九十九 對 是有經過SGS認證的 所以讓你在隨時隨地能夠處於一個比較良好的一個用車環境 對 好 那這個螢幕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面板做到什麼樣的功能跟動作呢 ESC運動模式 LKA車道維持的輔助系統 然後趴車 倒車警示 這應該是我們剛剛講的 如果後面有東西跑出來的話 它會去自動幫我們殺停嗎 是 好 還有車具的維持保釋 Auto Hold 然後攝影機 欸 攝影機我來看一下 喔 對 這是我們360度的環境系統 那其實它畫質是非常清晰的 那你也可以透過點一下這個車輛呢 它有四個camera 那你可以隨時去切換它的視角 對 像這個就是我們後方的視線 對 那任何返回操作 其實它這邊有個按鈕 就是像手機一樣的Home鍵 對 按一下就可以返回 喔 了解了解 好的 大家看一下 然後它可以自動停車嘛 對 那自動停車在這邊 這邊暫停一下 好 剛剛介紹了這一些像是360度的環境 那接下來帶大家看一下 這台螢幕還可以做什麼功能呢 比一般安卓機還好用啊 像是抬頭顯示器啊 手機無電充電器 欸 這個在哪裡呢 我剛剛有發覺一件事帶大家看一下 這無線充電器呢 就在這個位置 也就是說呢 我手機只要擺上去開啟 欸 就有囉 好 所以一般如果沒有用到的話 其實它也是一個小小的置物空間喔 好 私密鎖 轉向輔助 主動式 碰撞迴避 這一些 在讓車主在自己研究了 這邊還有一個 抬手顯示器的調整 它會去連動到 整個駕駛儀表板的這個位置 可以去做調整喔 好 那大家都知道VOLVO主打的就是 安全性的配備這些東西嘛 那它最主要有什麼安全性的東西呢 我還是請我們的James來幫我們做介紹 來 謝謝James 好 那在主動安全的部分的話 可以看到我們中間上方 它有一台機盒 那這個機盒裡面呢 它包含我們前方的雷達 那以及攝影鏡頭 都在我們前擋玻璃的上方 那前面有一個攝影鏡頭 攝影鏡頭 那裡面它包含了 像是ACC的自動跟車 那我們ACC的話 它是0-125公里 是全速率的自動跟車系統 那基本上的話 如果說你在塞車的路段 它油門煞車都可以幫你去做控制 那並且與前車保持一定的安全距離 那你在開車的過程呢 其實它是可以很輕鬆的 你不用油門跟煞車 可以要反覆踩踏 對那再來我們還提供了 像PA2的智能輔助駕駛 有時候我們開車可能講電話 在單手操駕情況下 車子可能會偏離掉 那當你開啟這套功能的時候呢 它可以放把車子 自動在車道的中間 讓你在行車上呢 可以更加安全 對 那以及我們前方 也會有自動煞停的功能 那我們偵測的範圍 有車輛、行人、腳踏車、大型動物 它都有辦法去做辨別 那幫你做自動煞停 對 然後最後帶大家看一下 我覺得這台車的排檔感真的很小一隻耶 你看就這麼小一隻 我的手把這樣握起來 就小小的而已 然後它的 Andre Stop 就是踩著煞車 去做一個轉的動作 轉的動作 就可以去做發動了 那當然它是電子式的 手煞車還有它的Auto Hold 在這邊可以很直銷性的去做操作喔 兩個飲料杯 其實角度也剛好 手在控制的時候 直接就可以放著就拿了 像我的IS就比較後面一點 就每次伸手要拿飲料的時候 就有點卡卡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很剛好非常符合人性 然後這邊有一個12V的這個電 點驗器 好 最後呢我們謝謝憲宏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想問一下憲宏說 今天為什麼客人他們會買這一台V90 Crossover的車型 他們一開始有什麼評估嗎 當初其實車主他們是一對夫妻來看車 那其實他們來其實主要訴求就是他們想要找一個大空間的 對 那後來在看車跟他們聊天的過程 其實後來發現他們也就是兩個人用車 對 但是他們會做一些戶外活動 喜歡去出遊旅遊 每個假日週末都會出去 對 那我後發現他們看的是修宇車 但是他們現在開的是十幾年前的轎車 對 那就發現說其實 當他們在看修宇車 那帶他們去試駕的過程 他們其實是有些不習慣 因為修宇車它的車高是比較高 那後來有推薦他們其實可以看我們這款V90CC 是 是旅行車的版本 那同時它又有一些越野 輕度越野的一個風格 對 那因為他們夫妻兩人都喜歡出遊 對 所以那時候就推薦他們可以看看這台車 那後來試駕過程其實他們都還蠻滿意 對 就是還蠻喜歡的 那也比較符合他們用車的一個習慣 因為這台車開起來它會比較沉穩一些 相比修宇車的話 所以後來大概來看了兩次車 後來就決定購買這樣子 了解 所以呢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有跟車主聊過一次 他說其實他們也有去看一些像是T牌 L牌的這個休旅車 可是他去看了他說 怎麼試駕試了兩分鐘 就說我試完了 那因為他們還是比較prefer 就是說像歐洲車系這種超購上面的沉穩度 以及它的安全駕駛的配備 以及操控感 所以今天才會選擇這台V90CC 那相對這種旅行車的款式 台灣也是很流行 而且它比較稀有 所以在大家有喜歡這些車型的人 或是喜歡VOLVO的車型的人 歡迎可以來找我們James 憲宏 來了解一下VOLVO的車型 那最後我討論一下 憲宏你在哪裡的展間呢 我是在松江展示中心 定時是松江路601號 在那邊擔任銷售顧問 好 所以再repeat一次喔 在台北市松江的營業所那邊去 所以大家有需要有興趣的可以來 直接到展間去找憲宏 或者是直接在VOLVO 在那個我們三人哥的頻道下面留言 私訊我們 來找一下我們 來瞭解VOLVO的車型 那朱戀一定要找我啦 我在格上 那我叫Eddie 那有任何問題 再歡迎大家跟我們聯繫 那這一集先到這邊了 謝謝大家 好 掰掰 很棒 小們 謝謝大家 ,我把我們在銷子中 也會安心 好 好 威脅 好 Gul